歡迎收看大人畫質 最近在韓國跟中國大陸不約而同的 都同樣因為有一部紀錄片 所以引起了輿論非常大的熱議 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超級中國 這部紀錄片正面吹捧了中國大陸 也被稱為所謂是中國的粉絲 那麼韓國真的有中國熱嗎 在中國大陸的韓國企業 現在表現又如何 我們今天來深處討論 現場來賓是吳福城吳老師 兩位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吳老師他是台灣經濟研究院 中國產經中心的副主任 專長是在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的 這個戰略整合的部分 老師先跟大家講一講 光是從一部影片超級中國 我們就可以來說 韓國有所謂的中國熱 這樣對嗎 我們如果從單方面的一部影片看 當然那有各取所需好壞都有 但是如果你在夾雜到目前簽署的中韓FTA的話 那這個韓國的中國熱顯然已經燃燒起來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這個超級中國這個片子 他不是韓國的水素機構宅男宅女所編制的 人家是派了龐大的這個所謂節目製作組到了全世界 比如說到了美國 到了歐洲 到了非洲 到了東南亞 然後訪問了當地的官員還有學者專家企業 會和他們的視野整合了他們的意見來評述中國的狀況 甚至他們裡面還討論到所謂的軍事外交 還有他們的所謂地理資源 人口宏利等等 他是一個非常comprehensive 總和式的一個觀點的整合匯整 那他當然是說對中國基本上是把他弄成一個華麗的中國的時代來臨了 那既然是華麗的中國時代來臨 對有一些反中情緒的或者跟中國友善的人士必然有兩種立場 叫做一樣看花兩樣勤嘛 過去韓國在大陸的投資設廠都是本土化 在地化 運用大陸的勞工等等的資源 現在連主管CEO為了要更統籌大陸的這種市場的開拓戰略 他們更是認為不懂華語 華語就 不然是沒有辦法跟當地結合緊密 老師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韓國跟中國的關係 其實從清朝在更久之前已經一直都很密切 所以你說韓國人學中文這件事由來已久 對 但是在因為我也做過幾本研究韓國 市場的報告 我也到過韓國採訪過 甚至我的同學在海外同學是韓國人 韓國人真是會懂中文能講的流利的並不多 文字看來是差不多 像我會講 韓國人說韓國人 這些話簡單都會 但韓國人講中文 畢竟腔調還是怪怪的 也因此他們在大陸經營這個企業CEO 他必須透露他一招他懂華語漢語 中國語言 那這樣的魅力會更凸顯 所以現在韓國很多 包括對外貿易的組織也都在培訓正統的北京腔的漢語華語 不但要會說還要說的地道 這更有吸引力 那他們自己 我們回到講韓國熱這件事情 就除了學中文這件事情之外 還有什麼 那韓國企業因為現在已經知道說 韓國經濟內部目前是有一些困難 我們也都知道出口也不是那麼的活肉了 然後內部失業率也蠻高的 有一些中小企業到國外投資也是鯊魚而歸了 都有 所以他們把中韓FTA認為是一種提振韓國經濟的一個新動力 新引擎 這一座引擎在哪裡 就是在大陸 那我們也知道說普警惠總統在前年到了西安 大陸西安去幫Samsung的工廠揭幕 他那時候就已經講到了 他說西安是中國思路的開始 西安是中國古文明的源起 西安將來這個思路 經濟帶的發展是中國夢 我們韓國也必須 韓國夢也必須跟中國夢緊密結合 就從西安起點 這只是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就在前幾天 在廣東就舉辦了一個叫廣東省與韓國的經濟論壇 引起了很多韓國的媒體 韓國的企業前進 因為他們發現說 廣東的GDP規模快要追上韓國了 廣東從過去的傳統產業開始騰龍換鳥已經提升了 所以現在這ICT產業越來越厲害 設計高端的那種產品通通出來了 那韓國認為它有利可圖 就要進去 特別是整個中國的海上新思路大戰略 剛好廣東是一個機會 還有中國跟東南亞的自由貿易區 這個大浪潮 他們緊密化以後 還要升級 那這個機會對韓國來說 在區域佈局產業分工鏈 所以從廣東 東南亞 大陸還有其他轉 最後加 組裝加工以後 可以賣到全世界 終端產品賣到全世界 所以他把廣東當成第二個 很重要的特效地點 雜根地點 韓國對那個中國大陸的佈局 這件事情其實一直都 很久 很久 而且還挺精準 目標看得挺遠的 其實早期山東是有一萬多家韓商 後來現在你看 剩不到五千家 打掉一半 五千家裡面又以青島為最多 以前青島好幾千家 現在可能只剩不到一兩千家 而且每年新增韓商在大陸投資的數字 以前一年都幾千家 現在只剩不到五六百家 表面看是韓資大撤退 但不過我們如果看去年2014 韓資投資大陸是將近四十億美元 創造了 新高 旁八年來的新高 2006年 八年來的新高 而且還預期會更多 因為中韓FTA起來了以後 可能還會更大 這一個部分 所以我要解釋 就是中國的變化 會影響到韓國投資 成敗跟發展路線的變化 就韓起在中國大陸的投資佈局 其實完全關注著 中國大陸發展需求 跟腳步去走 其實他的產業類別 除了我們傳統上面 想到了一些製造業 服務業之外 大家可能比較難以想像 是連農業都有 因為我們採訪到一個 在淮北種藍莓的韓商 我們去看看他 究竟看中的中國大陸是什麼 近年來韓國廠商 把養生的藍莓和不老莓 帶進淮北 提升農地生產價值 很大的土地 可是只有種草莓 還有玉米 還有黃豆 這樣的話 農民非常辛苦生產業 不能賺錢 可是這樣的話 如果大概生產也簡單 還有中國的話 農民也可以賺錢 淮北肥沃的土壤 吸引韓國企業家投資 他認為藍莓和不老莓 有益健康 在世界各地越來越流行 但韓國土地少 生產費用較高 兩年前在這播種後 慢慢調整土壤成分 期盼2015年能投入市場 韓國的農業 到了中國大陸去 而且中國是台灣比較少見的 就是藍莓 這在台灣 我們講說 台商到大陸投資會比較少見 那麼老師 我們來看韓國政府 他怎麼去帶領 它的這個韓商 在中國大陸 它那個佈局的一個路徑 是怎麼走 基本上韓國是 由他們的國家都會有一套 所謂的 拓銷全球市場戰略 然後他也會考量到韓商的民調 就是說你認為今後幾年 你要到海外投資的主要標的國是哪裡 事實上韓商的主要標的國 第二是東南亞 大陸是第二個 並不是最 不是首要 不是首要的 他到了安徽 因為安徽土地很大 人很少 安徽也是一個非常養生健康環保 很天然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種植這樣高單 高價值單位的這樣 是對的 所以他們也到安徽去種東西 做農業嗎 就是剛剛提到了就是片子裡面 就種南梅 事實上我在山東也看到 這個韓國人在那邊也種一些 北方的水果 然後最重要的是 韓國有一個東西要注意 它的這個所謂的有機肥料 還有韓國的育種育苗 花還有水果苗 這種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在大陸銷售非常好 所以農業的話 我知道就有機肥料 還有育種育苗的這個銷售 在中國非常的看重韓國的產品 那他佈局的省市在什麼地方 我們想像中 剛講的是山東青島 那普錦慧去年夏天是說在西安 那他們整個的那個佈局路徑是在哪裡 中國大陸 在農業的部分 當然你要選 不只農業 我覺得是整個韓情 農業是整個土地要多 然後地域沒有污染 那至於工業產品的 我剛剛已經提過廣東 現在是新興的 ICT產業的 所以說像LCD Display 很多東西都是在我們廣東省 然後在北京 我們都知道汽車 從早就在汽車 現代 還有他們那個石化集團 跑到了重慶 重慶 然後石化集團在重慶 他們整個的內銷在大陸 是他總出售的百分之六七十 還有他在西安 就搞電子產品 事實上他在北京 其實也有所謂的大賣場 然後當然上海都有 因為那這種東西就是說 他現在是整個把投資生產 還有銷售 他整個綁在一起 但他不是隨便去設地點 我們剛剛已經提過 在西安的戰略布局 然後他在東北北京的 這其實是有一個 反渤海灣的地理優勢 像山東跟韓國同一個緯度 第二個很近 海洋的運輸大概就九十海里 然後第二 那很多韓國人是山東東北的移民 而且東北三省有朝鮮族 所以他們很多像在東北 就很多種高麗大白菜 做種所謂的泡菜要用的原料 也都互相合作支持 他是看整個的他產業上 還有他地緣關係 還有他的整個市場條件 我想這個布局基本上是這樣的安排 他們也是很有規劃的 你看隨著中國大陸從所謂的世界工廠轉型到 要變成世界的市場 所以喊起他現在 已經不是在中國大陸 講所謂的中國製造 而是為中國製造 到底怎麼為中國製造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大家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公司花場 看什麼看 笑什麼笑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我沒說過 我是好男人 我沒說過 弟弟 高高 美名 今天大家和我去場投了 這韓國的影視跟娛樂樂 原本是他亞洲的軟實力 現在為了要進軍中國大陸的市場 這個藝人要開始練這個苦練中文 那麼老師 韓國我們講說這種比較軟性的 他是怎麼去布局中國大陸 現在韓國在前幾年 韓流興起 學了韓國第一韓國品牌 幾乎是洗澡整個中國 特別是中產階級以上的消費群 幾乎通通以韓國為一個標竿 學習的版樣 美容不要講了 還有那種美感 美學的感覺也要跟著韓國走 韓國電影 韓國的歌唱節目 韓國的服裝 韓國吃的料理 韓國掛了手錶 開了車用的家具 幾乎都成為學習的對象 那韓國人也知道說中國內部內需起來以後 中國消費者水平拉高 他的整個的錢購買力增加了 然後另外就是說 比如說韓劇拍電影影視聽 這種合作的這個布局 通通在FTA裡面都給予一個條件跟機會了 還有我們知道說韓國人他在整個大陸 他看準了他的一些老人社會 那老人社會除了你看看韓劇快樂一下 身體健康 醫療藥 所以叫老人照顧 衛生 他們也去布局這一塊嗎 大陸的這一 正在布局 就是說他叫做透過中韓FTA的投資優勢 他可以在那邊用遠距醫療 醫院遠距醫療 然後他說你想說生活 看看韓劇吃吃韓國料理以外 這也是很重要 還有電子商務 你知道電子商務裡面 可以賣的是什麼禮品 韓劇產品 韓國影視聽產品 韓國的衣服 韓國的美容 韓國的化妝品 特別是化妝品 美美的這韓國品牌 通通可以了 還有他說他整個的物流運輸 他的服務業將來是很大了 看到這個以後 我們就想到台灣 胡茂你沒有過的情況下 將來兩年後 韓國的服務 軟性的實力通通進去了 那我們臺灣 也會受到打擊 可是老師 會受到競爭力的排擠 這很嚴重 中國大陸跟他 因為他對日貨 日本是排擠的 所以日貨在他們那邊 好像沒有什麼市場 可是為什麼他們對韓國 就不會 韓貨不會有那種 排斥心 反而接受度那麼大 而且變成韓國的機會 因為他這個東西在中國的消費者的調查裡面 其實有一種潛意識的情感 叫東亞文化 儒家文化的情感是蠻深的 而且因為剛才你主持人一講 中韓的關係是名言數千年 而且最重要是因為韓國在中國過去比較衰落的時候 經濟不振的時候 韓國就已經成即日本第一成為韓國第一 所以說他是長白山的一隻猛虎 也就國際的企業拓展 韓劇韓流韓國思想韓國價值 這一出去以後 對崛起了中國的過程 很多人就會被感染到 而且韓國跟中了兄弟之邦的情意也很大 第二韓國對用產品這種的水平 他的那個標準 那個安全 健康 衛生 美感 對大陸來說是一個憧憬的對象 所以這是有他心理消費的一個情境在 最重要的是韓國跟中國 不像日本跟中國有釣魚台世界 對 不像日本成績 不會有國際政治利益的衝突 不止當年日本攻占中國 有八年抗戰的歷史悲劇 這種東西是還有整個亞洲新的格局的 戰略布局的利益衝突 所以日本比較麻煩 也因此韓國這一次就利用中韓的PIA 簽得那麼快 其中有一個背後很大的戰略意涵 就是說他要讓韓商盡早進入中國 來彌補 搶奪日本在中國大陸市場 吃不到那一塊 不是吃不到 是因為日本以前在大陸佔領了 後來他開始因為中日關係緊張 移出或者用China Plus One 在中國以外又要到東南亞去 那這個時候會浪出一部分的市場機會 甚至有一些日商弄得不好 被反日運動還有一些問題 他退出了 這些機會韓國人就利用中韓的PIA 準備彌補 添補 把它佔據 那從產品上面怎麼 Made for China 而不是Made in China 是 剛剛所謂的Made in China 那早期是叫做加工貿易的形態 比如說韓國的汽車到了北京設廠 一去他當然關鍵零組件 一開始要從韓國進口 但後來因為中國技術提升了 價格也不錯 運輸也簡單 所以他整個就沒辦法從韓國進來 那造成韓國的汽車零組件出了一些問題 這部分是既定現實 但韓國他可以從另外一個方式 他的整個汽車 韓國人在大陸生產的汽車 將來這個部分又在中國市場 他會給他用包裝 包括軟實力的包裝 形象的包裝 設計的提升 所以他們叫做高端的 包括你整個汽車的防菌 防濕 防什麼 他可以很多功能把它提升 然後品牌把它打出來拉高 他變成說高端的這樣的一個 滿足消費者的要的 這個部分以汽車產業是有很大變化 那另外像他的電子電器ICT產品 我們知道Samsung的去年很有名的 叫W2014 他那一部手機賣得多好 都貴 但大陸人還是很喜歡愛上他 後來雖然有被大陸本土手機競爭拍攝 但畢竟大陸核其大的市場 中國的中韓電器起來有多大 就憑中國內部那個怎麼可能滿足呢 所以韓國的機會還是有的 所以ICT如何提高研發設計 特別是品牌戰略 韓國人現在對中國中韓FTA或時代 時代他會用品牌總戰略 這個品牌總戰略指的是什麼 品牌總共就是說 我一個東西都要輸到一個品牌 比如化妝品 我要有一個韓國的什麼一個品牌 事實上我講一個小故事 當年在大陸為了打韓國 反過來打韓國的電腦市場 他就用一個叫做楊貴妃牌 然後專門給韓國的女性使用者 因為他們都很迷中國的楊貴妃 然後他們又有大陸又有一套叫做諸葛亮牌電腦 是要給韓國的男性企業家 因為諸葛亮很有智慧 同樣反過來韓國也會反過來 就是尋找你整個韓劇 韓國因為電影文化裡面的那種形象品牌 可能就可以結合 比方呢 這很多在大陸像化妝品 他就找了很多韓劇很有名的影歌星 作為一個model 或者是宣傳代言人 你常看到在上海北京 不是韓國影歌星那邊跳 然後再賣某些東西 韓國的宣傳是很厲害的 還有他們老師剛剛講到 就是專門for中國 我們可以從他的那個娛樂事業 像他們現在搞好多偶像團體的組合裡面 就一定要有大陸人 對對不對 這個應該也是算 也是算是他們策略之一 因為如果你全部都是韓國人的話 是沒有辦法全面性的討喜中國的一些支持者 事實上韓國現在的策略在企業在大陸 他是有兩個口號 一個叫本土化 一個叫高端化 本土化就是說 你必須符合用他們的人 學習他們的語言 用大陸的這種習性 但是高端化就是你的設計 技術含量要高 品牌要好 水準要夠 他的全球性 所以這個大陸也在開始全球化了市場接軌 就韓企為了要打大陸市場 真的是用心計較 本土化 高端化 值得我們好好警惕 廣告之後回來回答網友提問 2006年央視他拍的大國崛起 從這個自家人的角度來看 中國到底是怎麼樣發達起來 而在八年之後韓國人來拍超級中國要展現中國大陸的各種強大力量 我們的網友就問了 紀錄片超級中國是變相的中國威脅論嗎 老師 這個問題問的有一點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這部電視節目是韓國人自己拍的 對 那韓國人自己拍的 他是很客觀很總和式的綜合各種角度來凸顯中國的軍事很厲害 外交很強 他的地理資源豐富 他的企業還有他的商業的那種強大的力量 還有甚至他的文化 還有他的中共的領導階層的那種強力的控制力跟運作 事實上他整個來說會讓感覺的確是中國崛起中國強大的概念 那對韓國人來說 韓國就在中國旁邊 他們也知道中國很強 那他問題是韓國人真正懂中國 也不是五千萬人通通懂 因為我們的瞭解韓國人大部分還是不知道中國 就有點像臺灣兩千幾百萬人 去過大陸的比例也不高 對不對 然後最後問題就是他提供了韓國人一個比較新的資訊 訊息一個形象 讓你知道說整個中國就是這樣 好 這樣下來你就知道說選擇了 我如果看他軍事強大 對韓國威脅 但我看到經濟強大 對我是商業機會 所以對韓國人這內部就有一個辯證過程了 但是整個說來 這個對他們的政府是非常有用的 當我知道說你的中國崛起經濟強 但你的軍事對我有威脅 所以韓國人才有韓美的所謂軍事合作更進一步 難怪韓國會加入TPP跨太平洋連跨太平洋合作 夥伴協定就是美國主導了 那他同時跟著我簽FTA 就是他利用中國對韓國可能的威脅也可能的機遇裡面取得了一個戰略平衡 我覺得韓國人的智慧 我必須跟他按個讚 那想到台灣 前面說大陸威脅 然後你的大陸機遇就慢慢沒有了 所以我都想到廣州民廣爺以前講 你鄰居是一個很強 很對你的威脅 但它也是你的機會的時候 你有智慧去處理 沒錯大陸市場的崛起 所帶來的商機既是機會 那也會是個挑戰 那更可能也是個危機 簡單來講市場是很現實的 看到韓國做那麼多 我們台灣難道不自覺嗎 今天非常謝謝吳福成 吳老師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今天繼續大人化之 謝謝 老師謝謝